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另外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台长白化佛法节目 听众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人的毛病往往是出在太相信自己 一个人因为太相信自己 他就会贪嗔痴慢疑 相信自己的人 他会慢慢的变了傲慢 他也相信自己的人 他经常会怀疑别人 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 所以别人就会错的 他就怀疑别人做的对不对 太相信自己的人呢 还会恨别人 那么 所以学佛人 要懂得 我们想不痛苦 不烦恼 就首先要放下自己 不要去太相信自己每一件事情 那么 如果你去怀疑别人 因为怀疑别人 实际上你已经是 不正当的见到了这些东西 见到这些观点 比方说你这个人从来没见过 因为你听人家说他不是个好人 所以你马上就 把他当成一个不是好人来看待 实际上这已经叫邪见了 那么如果是正见的话呢 就是我相信你 就是正见 如果怀疑别人 就是邪见 如果你相信别人 那么你坚持自己的观点 你相信他一定会做好 那你就心中拥有了正念 那么台长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冬季掉了 刚刚掉了 你首先想到这个人 他不会偷的 那就是正见 你的心里舒服了 想一想在哪里呢 说不定自己用掉了 想不起来了 或者我没有放在这里 那就是正念 如果邪念开始 马上看他的样子 看他的表情 马上你就会怀疑他 刚刚在房间里还看到 怎么会没有了呢 肯定是他拿的 你看他装的那个样子 还特别的虔诚 我没拿过 我没拿呀 还抵赖 那你的烦恼就加重了 你就可以烦恼了 从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 正见 实际上就是要相信别人 你不会产生烦恼 你邪见 你不相信他了 你烦恼就会生出 大家想一想 我们人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相信别人还少吗 要记住 不相信别人 你就不会正见 不正见 就是边见 边见 就是从边上去看到的 事物发展 并不是从正面去看到它 所以 边见 实际上 看出来的事情 很多都是歪的 台长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 我们小时候看宽屏幕电影 对不对 坐在当中看的人 和坐在边上看电影的人 看的屏幕 那是两个概念 因为坐在当中看的人 影片中的人 脸是很好的 但是从边上看上去 这个脸全是扁的 那是宽屏幕嘛 那么说你的眼睛坏了吗 没有 那就是边见 所以 要学会放弃 属于自己不正当的见解 凡是不正当的见 解 我们全部要防止和放弃它 比方说 这个菜 端上来 我们这里 给人家吃掉过一块 好像少掉一块 你马上就觉得 肯定有人吃过了 这就是偏见 这就是怀疑 所以 真正学佛人 有缘众生 在学佛当中 不能走偏 要用正性正念 来管住 自己的意念 台长告诉大家 其实人在世界上 吃苦头最大的 就是两个 大家想一想 这两个苦头是什么 实际上第一个就是明 第二个就是利 现在有很多贪官 下来了 被抓起来 他们吃的最大的苦头是什么 明和利 有的是为了明 伤害别人 最后被人家伤害 有的为了钱 才做了那些贪的事情 所以 大家要记住 明利 从学佛人的概念当中 那是不存在的东西 因为今天有明 明天没有了 你实际上就是个没有明的人 因为利 你今天有利 可图 明天你退休了 钱都用完了 你没有什么利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台长告诉你们 永远要学自己 本性当中的慈悲 永远不要去为名为利 永远不要觉得 自己是好汉 自己是一个永远都没有做错的人 实际上 这就是人的一个败臂 想一想 我们人 就是这样活着的 所有的弟子 都是为弘法服务的 所有的人 都是为了一个 慈悲而来 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 什么名利啊 都不会去贪 都不会去想 这个时候 你的 敬念 就会慢慢的 升起 敬念 实际上 就是我们说的 干净的 意念 所以有时候 要想有干净的 意念 又是告诉大家 不要为名为利 因为利益啊 它是伪善的 是暂时的 那么 比方说 人家说 我给你名 给你利 实际上 因为利益 得到手之后 它过一段时间 就没有了 为什么利是伪善的呢 利益 就是为了你达到的 某一个目的 它所给予你这些 让你得到 觉得非常快活的 这些物体和事情 这就是给你一个利益 让你顺着它的思路来走 能够达到 给你利益人的目的 你想想看 这是不是伪善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今天叫你对我好 我给你一块蛋糕 叫一个小朋友说 对叔叔好 我给你一块蛋糕 或者我给你一瓶酒 吃了之后 你拿了人家东西 你就会跟他说点好话 那个已经不是真实的利益 是伪善的 是有目的的 而且利益是虚假 不能永存的虚物质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小时候在家里 多么希望有一辆儿童玩具汽车 天天闹啊 吵啊 要一辆 等到了过年了 爸爸妈妈买回来 这么大一辆汽车 开心啊 得到利益了 听话了 一个月之后 这个玩具的汽车的轮胎 不知道到哪去了 方向盘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整个车子不知道到哪去了 是不是一种虚的 不实在的利益啊 所以做人要懂得 学佛必须要真的去学 不是假的要学 同样的明也是这样 为了一点点明 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有名有利了 那就以为自己是很对了 师父跟大家讲个笑话 有一个人高傲得不得了 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 他到一个很大的公司啊 直接往里面走 人家看门的 这个前台啊 拦住他说 你是谁 你找谁啊 结果他说 你连我都不认识吗 然后接下来 那前台的拐门的人说 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那个人 看了看这个人 说 这个人脑子有毛病 他连自己叫什么名都不知道 有什么意思 所以人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我们有时候为了一些利益 会让人不顾廉耻 为了一点钱 脸都不要了 所以我们不能为了一点点利益 而不顾廉耻地活着 学博人应该 不要去这么为民为力去争啊 炒啊 多少家庭的破裂 不就是为了钱吗 多少的家庭破裂 不就是为民为力吗 有的人 有的人连个家长都要争来争去 怎么能够修好心呢 希望大家要好好的痛改自己这些毛病 今天台长跟大家其实讲的 就是要懂得 以果地绝 就是说 因为我们学佛人在社会上 已经知道了果 就是结果 地呢 就是指人间 你才会在人间觉悟 因为这个果来了 你才会知道 我在人间更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 因为你今天被抓进去了 你才明白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离婚了 就是因为你不懂事情 你离了婚之后 你才知道 我以后要珍惜 这就叫以果地绝 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们活在世界上 天天在因果当中轮回着 想脱离因果 就必须要放弃 自身的一些不觉悟的思维 和邪念 邪知 邪见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刚刚的十几分钟呢 那个白话佛法到这儿结束 接下去呢 我们做悬疑中述节目 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